电讯业这个板块来说 从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板块的质量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优质的 所以这可以用几点来看 整个的电讯业来说 在中国还有一个存在着 很大的一个基数 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就是整个的电讯业来说 它对这个金融海啸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从六月份的上和量来说 虽然中国联通的 上升的比例有所增加 但是它的绝对上和量 还是没有中国电信那么多 整个电信业来说 它在这一个板块 在这一轮的集成中 它所表现的升幅还是比较小的 只有中国电信的升幅 在此中还是比较大的 那整个来看 这个行业来说 在中国的话 还有由于人数的基数比较大 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消费潜力 未被挖掘出来 那整个行业来说 由于那个业务的上升的趋势 比较稳定 所以整个行业来说 比较适合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以上就是在这一轮廁力 所在因为大山的灵粪 也在这里 全异时之后 大山擀这个